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.4% 增速比二季度回落0.2个百分点 比一季度提高0.3个百分点 连续七个季度保持增长 经济增速的稳定增长 反映出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结构效益不断优化 稳主要表现在服务业稳 全省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1.3% 截至9月底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9.0% 物价稳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.8%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.6% 消费价格和工业品价格总体稳定 就业稳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2.4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103.5%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平稳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稳 民间投资增长8.8%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增长19.2% 制造业投资增长24.6%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0.9% 从结构效益角度看 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一至九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7.1% 实现利税2247.7亿元同比增长26.2% 利润1150.8亿元增长54.3% 总体发展持续保持稳的同时 近的态势也彰显了经济发展后劲充沛 前三季度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.7%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.3个百分点 在41个大类工业行业中 有30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 增长面达73.2% 前三季度 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.9%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23.1% 前三季度 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9.0% 我省对主要贸易伙伴都实现了出口增长 其中对日本欧盟美国出口分别增长8.0% 17.3%和7.4% 前三季度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.0% 本台报道